我们都试试你 待会儿见到妈妈别害怕 可以吗 好 好 接下来 来 你到这儿来 月月 如果你妈妈不来 你回去以后怕不怕 我陪妈妈会忍气 所以我有点害怕 有点害怕 如果你妈妈来了 你害不害怕 还是稍微有一点害怕 还有一点害怕 如果妈妈来了之后 接受了你的意见 你害不害怕 就不害怕了 是吧 来吧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看看周彦宏会不会来到现场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月月请按键 她不敢看 她不敢看 在你脸上的铃铁 写着烦恼 你也说 想起风险就心不停的 一起去看玻璃花 是过多美好 好一朵美丽的玻璃花 好一朵美丽的玻璃花 就放来你了 你没听见我把课拍的模样那么密吗 没事 好 你女儿到底是得有多怕你 不怕我呀 没出现 只要提到你的名字 她就浑身颤抖 我确实是对她的教育可能相对严格一点 她跟你抱怨过吗 没有啊 这孩子 所有的话都跟妈妈说 待会我把这个舞台都交给你 你想说什么 你马上说好不好 接下来是月月的告白时间 但是我想起来 老师说她也有很多缺点 我在想 为什么你 为什么你 在她的优点上跟我说的 其实老师说她的缺点比我很多 是这样的 妈妈经常跟你说一个 就是一定要看小朋友的 一定要学习 每个日上都有她的优点 所以一定要去学习人家的优点 就妈妈是说是这个意思 嗯 你当然也很好啊 妈妈不也一直跟你说吗 你那么乖 字写得那么漂亮 然后经常帮助同学 给老师当小猪手 老师都说你是他们的开心宝宝 这不都是你的优点吗 而且妈妈其实最高兴的是 你不要老以为 妈妈是希望你得100分 其实你最高兴的是 你就是老会帮助同学 这个是你让妈妈特别骄傲的地方 不光光是学习 我的休息时间越来越少了 课是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说你能给我把课给拍的 稍微不要太紧一点 然后就是主要就是 这几点然后别的都很好 那不是妈妈问你 你喜欢吗 是喜欢 但是每天上太多课 其实我什么想问 你是说礼拜六礼拜天的课吗 那不就是唱歌跳舞 我跟小朋友们一起唱歌跳舞 你是咱们只有 我是独人的 我是一对一的 你说那个数学是不是啊 了解 不是还有唱歌跳舞 哦 唱歌跳舞明白 没关系的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咱们可以不去上的好吗 不是不去上 主要是你买我的课 拍得太密了 哦 好吃了 来 月月 你跟妈妈 汇报一下自己的成绩 看看妈妈满不满意 妈妈满意的话 妈妈还会给你唱首歌 你什么请你跟妈妈汇报一下 来 先唱歌跳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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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看 这叫什么呀 谈的 有娃娃和小声跳舞 哦 是两首啊 一首 一首啊 有弹错吗 嗯 有没有弹错 对 还怎么表现 我今天看到月圆 我突然之间喜欢那些 非常任性无法无天的孩子 我突然之间觉得那才是天性 我不要让孩子从小就学会一件事 就是委屈求全 因为我看着他那可怜劲 我觉得挺心酸的 但今天彦宏竟然对自己的行为 做了检考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让月圆 每次提到妈妈的时候 是发自内心的微笑 而不是害怕 好不好